现场一看到两方人马出现 立刻冲上前把被害人救出来 原来正案小组货报 有诈欺集团在进行人口贩运 巡线锁定这群人 但其中主贤一发现不对劲 马上是开车冲撞逃离现场 行事局也展开调查 发现以全系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 作而作端 要求小弟到处找人加入 而其中一名女嫌犯呢 还骗了自己的儿时玩伴 说自己在渔港上班 需要人手支援 清洁还有瓜鱼林 实心非常的高 没有什么被害人上当前往上班 当场被囚禁在旅馆之内 还被逼迫扮人头账户和电话卡 至于是当他的账户被冻结之后呢 自己的儿时玩伴还好友呢 居然还要把他卖给其他的黑帮组织 幸好警方接活通报 在渔港拦截抓到人 以上就是彭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铃铛